好 上課 眾請起禮 向佛陀聖像行三位訓禮 溫訓 再溫訓 三位訓 善受課老師行溫訓禮 溫訓 老師找 阿彌陀佛 好 我們今天是第八次上課 那我們這學期跟大家一起 學習的是二弟的內涵 先講抱一次 沒有可能 對對對 忘記了 好 我們今天是第八次上課 我們這一學期跟大家來 學習探討的是 宗論 關於二弟的寄送 同時也 同時也 一起學習 了解明居論怎麼解釋 這個寄送 好 那我們前幾個星期呢 就談了世俗 世俗地嘛 我們已經進到生意地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還是 我們還是 稍稍地複習一下前面的 一些部分 在前面談 在前面談世俗地的最後呢 有談到就是 就是 與世間 世俗地 一致的真實 與世間世俗地 一致的真實 就是 世間世俗地 對嗎 那這樣的一個 的講法呢 在 在導師的書 好像也有類似的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 好 就是 如世間眾生所知那樣 是嗎 就是 就是 如世間眾生所那樣 確實如此 所以這句話跟 我們的 這裡所 所說的呢 有點像 就是 所謂的世俗地呢 就是 與世間世俗一致的真實嘛 與 什麼什麼一致 就 如世間眾生所知 那這個一致應該就是 所知的 因為有一個定義就是 共知對不對 那其實確實如此的 的真實 那名為世俗地 也就是這句話 這是導師 空之探究裡面 所提到的 這是從空之探究裡面 摘錄出來 所以 這個也是讓大家可以去 在 學習範語的時候 在研讀導師著作的時候 可以去留意 導師的這些說法 可不可靠 有沒有來源 導師 他講的話基本上 都是蠻 怎麼說的呢 就是有一些依據的啦 都是有一些依據的 那這些依據呢 特別是 中觀這一部分的 的這一些 內容呢 很多是出於跟 粵稱的著作有關 那 這大家都可以去做一些 呃 就是 相互的對照啦 相互的對照 好 再來 所以 世俗地就是 與世間世俗一致嘛 這個跟認識有關 對不對 怎麼樣一致 一定是認識的嘛 好 那再來 他還有一句談到呢 一切全部的能全所全 能知所知等的 這一個 VIA 阿巴哈羅 這個我們到時候再 再回過來看 應該怎麼翻會比較好 我們這邊好像是翻 世色跟安利嘛 對不對 世色安利 被說為世間世俗地 也就是世間世俗地的一個 內涵 就是這一些 這樣的一個 能全所全能 知所知等 好 那這樣的一個說法呢 導師的著作 好像也有一些類似的 情況 那 導師在空中有談到 他說第一地呢 世間明相 虛望 分別是不能表達的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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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聖一地如何如何 還是依世俗地的方便說 所有能夠說的 都是依著世俗地來的 有沒有 有沒有 就是跟這一個 是相呼應的 相呼應的 那導師有 導師沒有舉月稱的 他舉波爾金 其實我們也可以用 樂稱的這個說法 去補充他 就是說 假設大家寫一篇文 就導師對於 中觀二地 教學的一個詮釋 我們 這個 陳述完之後 我們再補充 樂稱論是 他也認同 對嗎 那這其實 就是 對於導師的教學 我們 再提供一些不同的 佐證 那這個都是很好的一個練習 很好的練習 那波爾波羅蜜經 講到說 這一個 空性等相 如是等相 因為他前面有講一些話 他這邊是個結 結語的一個部分 如是 空性等相是 深波爾波羅蜜像 佛為眾生 用世俗法 故說非第一 也是依世俗而說 第一不能說 第一就不能失色 可以嗎 那後面導師有一段話 這個以後再 再談 就是說 就是我們要掌握第一意地 是要透過世俗的語言重視 語言重視 這個好像可以用來 翻譯這個 V.Avahara 語言重視 就是種種的事物包含語言 可以啦 這邊是說 這邊是說呢 如果沒有這一些 明時應援和合 就沒有這一些 這語言 世俗語言重視都滅 沒有世俗地就沒有 第一意 這句是要表達 沒有世俗 沒有世俗就沒有第一意 要透過世俗 才能夠表達 讓我們掌握到 體悟到第一意 所以導師後面說 世俗地 是這個 迷沒有所知 這就是無明的那一個意思嘛 對不對 不清楚 沒辦法正確地了解 不了解真相 對不對 不了解真相就是錯誤的嘛 迷沒有所知 或是禍亂的 但卻是重要的 凡夫處在這一情境中 那也就是要了解到 我們所認識的錯誤性 就能夠把握第一意 懂意思啦 是錯誤的 那我們能夠了解到它的錯誤 那我們就能夠 這個體悟到第一意 所以它的一是屬地 的意思就是 藉由語言文字的教導 明白到我們的認識的錯誤 清楚了解 了解它的錯誤之後呢 我們才能夠去把握真相 那一是屬地表示第一意 也就是相當於 告訴我們一切法都空無自信 這樣的道理 可以嗎 順勝意 這個世俗是順勝意的 的一個教導 那這樣才能夠看破 世俗迷惘 通達勝意 所以二地的教學 就修行的一個角度上來說 是這樣的一個關聯 就是我們要面對的就是世俗 然後要做什麼 去瞭解它的錯誤 因為我們這一些貪嗔是 都是因為錯誤的認識 才引起的嘛 顛倒 那沒有錯誤就能夠正確的了解 就不會產生這一些煩惱的活動 然後進一步去根除這些煩惱的根源 好 好 這個大概就是從 這邊 跟導師的著作可以做一些呼應 那 就是 就是 就是一切的能權所權 它是世俗地 那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聖意 從聖意 的 立場來說呢 這些世色是不存在的 它要能夠存在 就是世俗 從世俗的一個 角度來說 從聖意的角度 這些世色都不存在 所以它是連連下來的 可以這樣來理解 所以就是 約定義 這些世色不存在 哪些世色 就是 導師所說的語言 這些事物嘛 導師用什麼 什麼名字呢 世俗語言 這些世俗語言 重視 就是種種的 詩色 可以 把它 作為 我們 在檢討 怎麼樣翻vr vahara 這個字呢 我們再去看 導師用了哪一些 語詞 可以作為一個 我們 適當的一個 表示 好 好 接著它就引了一個 寄送 引了一個 寄送 來 這個 子恆同學 來 Tattra 這邊開始 Athrahi Nivritam Avidhattavyam Nivrite Cittagu Jare Anupana Niruddha Hinirvanam Yivadamata 好 什麼意思 此中的原因是 此中的原因是 此中的原因 因為這個 已 基本上就是 要表達 整個 下面 整個 這一個地方 代表一個 說明原因的句子 懂意思 好 那此中的原因 或是因為 因為 此中 那就有一個 寄送 有一個 寄送 這個 寄送 是 中論本身的 寄送 可以嗎 Tattra 是此中 此中 此中有一個 寄送 有一個 寄送 這麼說 寄送 那寄送 第一句 他說什麼呢 此中同學 所明言 止息 就是 Avidhattavyang Nivritam 哪裡 這一個 這一個是什麼東西 所 安利的明言 所安利的明言 這個 這個 Avidhattavyang 這個是什麼詞 詞類是什麼 未來被動分詞 FPP 未來被動分詞 Avidhattavyang 是嗎 所以它詞根是 大 是嗎 是嗎 對 Avidhattavyang 這我們之前出現過對不對 是能權所權那邊嗎 有沒有 Avidhattavyang Avidhattavyang 這一個字 跟這個字同樣的 是根 對不對 那在這邊我們是翻 拳嘛 拳 這邊 神同學要 把它翻成名言 這案例是怎麼來的 Avidhattavyang 它是整個 DataVang的 的 什麼啊 的 因為 名言是一個名詞 那 可是 所權 是嗎 這邊 字面應該是所權 是嗎 所權 也可以 院長 所權 但是它又異物分詞 是嗎 怎麼樣 所應 被 全說的 是嗎 它 它的 自滅意 是 所應被全說的 是嗎 自滅意 我們從自滅意 然後再 把它轉成 我們 一般比較 好理解的 就是 透過一個練習 學成中文不太好 所應被全說的 是嗎 這 阿比達 是什麼意思 看一下 是長音的 達 這個達 是 放置的意思 阿比達 它還有什麼 它有說的意思 對嗎 或是 命名 是嗎 它這邊有說 Tavia 那 那一個 飯盒 來 屬先同學都是查飯盒的 Copy Pass 不是 飯盒怎麼說 有嗎 飯盒是說 言語 言語 沒有鎖 沒有鎖 那一個字 Tavia 阿比達 Tavia 它就是言語 是嗎 好 言語 所被全 所被說的東西 被說的就是語言嘛 是嗎 言語 被說的 應被說的 自滅意 就是 言說 明言 明言 這一個 欸我們 simple answer 心形語言滅 是嗎 言語滅 等一下 我們看一下這一個技術 這一個是中論的技術 我們查這一個 心形 言語斷 心形 言語斷 言語斷 心形 可以嗎 心形 這個寄送的 漢義本 跟我們 跟我們 的範 範本 呢 他的 就他的中文的這個安排 似乎好像有一些不太一樣 但他可以是一致的 好 這邊的心形就是 這個 Jitta Gottra 他這邊用的是 葉少詠的版本 他這邊不是 Locative 大家有看到嗎 那這一個就很有趣了 他有兩個版本 在萬老師的書裡面 有批評的 漢義 說他沒有把那個 因果關係 表達出來 那因果關係怎麼來呢 主要就是 這一個 絕對處隔 我們剛剛到哪裡 在這邊 言語 在中論用言語 所應被說的 所應被說的 那 他基本上要表達的是言語 被說的話 被說的話 等等 那 萬老師他說 這一個 他表達的 一個 原因的 概念 就是 這個東西 滅 所以 這個 語言 滅 好 所應說的 那 Nivridam呢 是同學 Nivridam有 止息 或者平息的意思 然後呢 再來 新的行處 也會止息 也會止息 是嗎 是的 院長 那這樣看起來好像 言說 止息 然後 心的行處 跟著止息 是嗎 是不是有這樣的 意味 還是同時 就是 就是 他 他有 先行的 概念 是嗎 先行就是 他先止息 然後行處 也止息 是嗎 也 也就是跟著嘛 also 但是如果按照 這一個 absolute locative 之前有講過嗎 絕對觸隔 還記得嗎 天龍法師還記得嗎 能不能幫我們 複習一下 麥克風 絕對觸隔 複習一下 絕對觸隔 這個什麼意思 它是一種連續體 連續體 然後呢 我們 我們查是 還是有前後關係 前後關係 誰在前 觸隔在前 絕對觸隔在前 他有表原因的意思 是嗎 那第幾條 三零三 三零三 哪一本書的三零三 哪一本書 威尼瓜嗎 威尼 什麼 我們看一下 三零三 威尼 所以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說 它有兩個版本 那它一本 它似乎比較 傾向於 剛剛我們看到 在 Oslo那一個 網站的版本 它不是Locative Absolute 它在第幾個Section Chapter 是 Use of Cases 這邊 304 是嗎 303 303 這一個是嗎 這一個是嗎 在哪裡 點多少 西啊 點西在哪裡 這邊 他說 the normal condition of the absolute construction is with participal accompanying the noun 這個condition 就表示一個條件 它有表 它有帶有原因的一個概念 就是在這個條件 發生的時候 可以啦 那英文的Wayne 它也有這樣的一個 的意義 就是有那種 因因果關係的 這樣的一個 意思在 所以 Whitney 是嗎 Whitney Grammer 欸你們怎麼知道 他有講到Wayne Grammer 他翻譯的嘛 那是McDonald OK 那 他是第幾條 303.C 怎麼樣 剛剛說的多少 這303 是嗎 B也有 是嗎 303 B看一下 Condition of things 有點複雜 總之啦 大家慢慢看 就是說它有表一個 條件原因的一個意思 所以 就是按照 範語的一個 的一個意思 反而是 心形觸滅 是一個原因 條件 然後導致 這一個 言語止息 可以啦 在萬老師的書 他有提到這一件事 確實 確實 範語的這一個 這個 絕對觸隔是有這樣的一個意涵 在 應該是心的行觸止息 然後呢 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就加一個說 因為它有一個 或是因為 用一個因為 因為 由於 由於心的行觸止息 應被說的 應被說的 也就是 言語止息 那心的行觸 這又牽涉到 這一個 寄送的一個解釋 這一個 心的行觸呢 岳城頓是用 阿蘭巴拿 阿蘭巴拿聽過嗎 所緣 心的行觸就是所緣 對 好 所以 語言 是要來描述 我們認識的一個對象 它有一個層次的關係 就是說你 有一個影像 心有一個影像 然後我們會有一個語言去描述它 對不對 那這個 這個影像 止息了 那你語言就沒有用了 對嗎 就跟著止息 懂 因為 它的 因消失了嘛 那這個 依著它而失色的東西 也會消失 也會止息 它要表達這個意思 它要表達這個意思 要表達這個意思 好 那 再來 來自成童再把這個完成 好 下面這一個主持是誰 學生人為主持是 達爾瑪瑪塔 它什麼 什麼意思呢 法性 法性 然後呢 發性是不生不滅的 就如同涅槃一樣 是不生不滅的 是嗎 好 誒 如涅槃 一樣 這是和涅槃一樣 像涅槃 像涅槃 如涅槃 法性是不生不滅的 如涅槃 那這個 你要怎麼處理 這個 之前有談說 前兩週用的 都是原音的意思 但是 學生認為這邊的 是 肯定的意思 不是啊 跟EVA一樣 應該是強調 強調EVA 對 強調 好 強調就是 那強調誰 一般被強調是在它前面 是嗎 不是嗎 一般上確實如此 大家再去看一下 它被強調 但在計算它會有一些 因為那個 格律的關係 但是呢 厲害的人 他可以保持那一種關係 然後又符合格律 聽得懂嗎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 好 那如果是 法性 靈性 就是不生不滅的 是嗎 就是 它有那種 比較強調了 如涅槃 好 那這個是一個理解 我們看一下 剛剛我們 這個 有 耶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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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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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形 它這邊 心的形處就是 它這邊用語 等一下 the object 它這邊是語言所指涉的 它這邊理解 跟我們剛才講的稍稍不同 語言還有一個指涉的一個 東西 它是用deny because object experienced by the mind deny 人born and the unceasing nature of reality is compatible to nirvana ok 好 所以它這邊也沒有 表達原因的一個 意思 好 好 那 我們再去看其他的翻譯 有空再去看 法性 不生不滅如涅槃 好 那這邊怎麼跟 跟這一個上面合在一起呢 他說第一 曰第一 事事不存在嘛 對嘛 事事包含語言 對不對 種種種的這一個事物嘛 然後他就說這一個 法性 這個法性 這個法性應該是指這個 第一 對不對 第一 他這邊所要 舉證的應該是 這個 曰第一 事事不存在嘛 那第一是 在哪裡可以被看到呢 达阿瑪塔 是嗎 是嗎 第一是法性嘛 是嗎 好 所以 法性不生不滅 如涅槃 那這兩個 如果要讓它有關係 把它當原因 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是嗎 就是說 為什麼這一個心形 這個怎麼樣 心形處止息 然後語言會止息 那 它有一個原因 因為 這個法性 第一 它是不生不滅 就如涅槃 這個也是一個 還可以 可以考慮的一個理解方式 所以我們要跟前面的這一個 他舉這個例子 就是 他要呼應 這個 這個 Pramata 對嗎 Pramata 於 曰聖意 或曰低意 施設 不存在 那施設就是指這一些 這些都止息了嘛 是嗎 可以啦 懂 懂意思啦 好 那這是一個 一種 其中一種合理的理解 大家可以有自己的詮釋 就是啦 那就寫文章 寫論文 不要搭 去 那要合理啦 要合理 所以 所以我們在讀這一些 經論的時候呢 那雖然我們是泛語科 但是我們還是要去 去了解 他為什麼要舉這個寄送 他跟 他剛剛講的那句話 有什麼樣的一個連結 那這個也是我們需要去留意的啦 好 我們感謝子恆同學幫我們 解答這個寄送的一意涵 好 再來 誰要 女眾這邊誰要 試試看 言慧法師 好 OK 好 这一句的主词是什么 主词是 Vradhid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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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它有没有动词 没有动词 没有动词表示是哪一个动词 是 Asti Asti 是吗 那是存在 有 这个Pravity 是什么意思 它是出现 生气 出现是吗 生气出现 是吗 是 它的字根是什么 它是Vradhidhi Vradhidhi Pra 然后再加上 Vradhid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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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这个是转的意思 Vradhidhi 是转 对 让 在玄奘大师的翻译什么转 它就是生气的意思 或者有时候它会用转气 这个就是在翻这个Vradhidhi 它本身有转的意思 那它以表达一个生气的意义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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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 它搭配谁呢 它是搭配 Vradhidhi 是 它的原型应该是什么 它的原型是Vadhidhi Vadhidhi 是吗 Vadhidhi 应该是什么性数格 它是阴性负数数格 是 阴性是吗 是 这一个字很特别 它经常出现 它也经常用以鼠格的形式出现 Vadhidhi Vadhidhi 阴性负数是吗 是 鼠格 这个是言说 是吗 是 鼠格 这个 你有不一样的意见 不是 好 有可以提出来 然后 就是 言说的出现 是吗 是 或者是 这个是什么 那个是 认知 认知的出现 是 是 所以它就是 认 言 说 言语还是言说 Vadhidhi 你要怎么翻 言说 言说 是吗 言语也 言语 前面我们就是言语啦 被说的嘛 它这边就要再把这个寄送的意义再做一个 归纳了嘛 把意义再做一个诠释了 所以 我们经常用一个同样一致的语词来翻译 这样比较容易明白 言语的什么 言语的出现 出现 出现 然后呢 或 认知的出现 认知的出现 言语或 我们出现用一个就好 因为它只有一个嘛 认知 原语或认知的出现 是吗 那这一个呢 Paramata呢 Paramata它是生意 生意 什么意思 它是什么格位 它是诸葛 Locative 是吗 于 生意中 是吗 余生意中 余生意中 可以这样 那Tattara呢 它是 因子 因词 因词 因词是吗 因词 余生意中 那这个 这个Kutas呢 它是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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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的动词就是有嘛 Asti 嘛 如何有 这些东西的出现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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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是吗 你有不意见 好 我查那个Eti Quittava 好像是一个意思 对 还没有处理到那边 对 对 一地Kritava 什么意思 它是 如此思维 如此思维 你去哪里找到这个意思 去摩林威廉达Eti 还有 摩林威廉达Eti 摩林威廉达Eti 是吗 它怎么说 看一下 摩林威廉达E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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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思维 摩林威廉达Eti 生者 应该就是 我们 是吗 人才能够思维的 是吗 在这样思维之后 这个是什么识 它是 赴詞是吗 什麼詞在變? Kri Tava 不變化 它有一個特別的名字 知道嗎? 絕對分詞 是嗎? 加Tava的 Kri再加Tava 大家知道這一個嗎? Kri Kri Tava 你們有查到這一個字嗎? Kri Tava Having done 它這邊說Independent Indeclinable participle 就是絕對分詞 可以嗎? 那絕對分詞它有一個意思就是 主要動作之前 可以嗎? 主要動作之前 但是它到底是 主動被動 我們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總之它大概的意思是這樣 就是說在 如此思維 思維什麼? 上面這個祭壽 是嗎? 如此思維 一地 就是如此思維 思維內容就是 這個前面那個寄送的內容嗎? 怎麼樣如此? 就是 思維的這樣的一個思維 寄送的內容 是嗎? 可以嗎? 可以啦 如此 就是 依一地 像寄送這樣的內容 這樣的 的 這個教導來思維之後 是嗎? 與此 這個Tadra它也可以跟 這一個 它都是觸格嗎? 是嗎? 它可以連在一起 與此 生意中 可以嗎? 因為它都是觸格 我就不一定用因此 因為 如此思維後 是嗎? 與此 與彼生意中 或是彼 可以 可以嗎? 它是 Tadra 它是怎麼來的呢? 再看一下 Tadra 它是 Tadra 它是有標 地方這樣的一個意義的語尾 可以啦 在Tad 所以 Tad本身就是一個代詞 對不對? 好 所以 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一起的 因為它都是 Locative 嘛 與彼生意中 如何有 諸語言或認知的出現 然後是一個問句嗎? 是嗎? 對嗎? Kutta 好 我們這一節課先到這邊 下一節課 再繼續後面的部分 好 下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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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